鱼友们咱们今天呢讲一下红吸管的原理与制作 主要呢是利用水网低主流的原理 只要这个沉淀仓的这个水位啊 比这个主持水位低就可以了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下边呢这是底吸 主要呢是吸食水下的鱼粪便 上面这个呢是面吸 主要呢是吸食这个水面的油膜杂质的 这个水流的话是通过这个管道 走到沉淀仓 这个东西啊叫这个发散管 主要呢是减小这个水流 最终达到一个沉淀的最好的效果 咱们看一下上边啊 上边这是一个软管 主要呢是用嘴启动这个红吸的 把这个管里边的空气吸食干净之后呢 这个红吸呢算是正式的启动了 这个软管下边的这个是一个开关阀门 把这个空气吸走之后 把这个开关关上 这个红吸呢就正式的运转起来了 咱们制作这套红吸管呢 主要是用那个PVC的管件就可以了 几个弯头几个变径 几个粗管打几根眼就可以了 如果说咱们喜欢红色 你就做红色 喜欢白色做白色 那么喜欢蓝色做蓝色 喜欢灰色做灰色 这些都可以 按照咱们个人喜好 咱们自己呢就可以动手做起来了 喜欢养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